离婚时,别带走这些样东西,不然之后不管单身还是再婚都不会幸福 离婚对于每个女人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这种伤害通常会延续到离婚之后,影响到女人的生活状态 对于离婚女人来说,离婚阴影这个词应该不陌生 每个女人在离婚之后都在与离婚阴影做斗争 想要尽快摆脱这种阴影,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 可问题是,很多女人离婚后不知道该怎么样走出离婚阴影 虽然心里有想摆脱阴影的意识,但却总是走不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离婚阴影了 离婚阴影到底指的是什么 简单来说,离婚阴影都是从婚姻和离婚中来 是因为你在离婚时带走了这些不该带走的东西 这些东西被你带到离婚之后,那势必会被其影响 以至于阴影不断,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什么是离婚时带走了不该带走的东西 下面我们就来说明一下,离婚时别带走这三样东西 不然之后不管单身还是再婚都不会幸福 一,自卑,不管离婚是谁的错误导致的,不管女人是什么样的性格 离婚这种事都很容易让女人产生自卑的心理 产生这种自卑心理的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潜意识里认定了婚姻失败 二是即将面临世俗的风言风语 这个很好理解 婚姻失败会让人不自觉的有些沮丧心理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离婚 离婚对于每个女人来说都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失败 失败势必会打击到别人的自信 自卑心理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这时候再想到世俗对离婚女人的负面评价 想到自己以后会带着离婚女人的标签 那自卑心理就会越来越严重 但实际上离婚时的这些顾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没有 而是在离婚的状态下 很多人会不自觉的把她想得很严重 因此产生的自卑是一种很负面的心理 如果带着这种心理离婚 那她会如影随形缠着你 你单身也好 再婚也好 都会受到她的影响 进而会不幸福 而愤怒 离婚时女人不管是又哭又闹 还是异常的平静 在产生自卑心理的同时 都会不自觉产生愤怒的情绪 想到自己爱了一场却被抛弃会愤怒 想到自己即将变成离婚女人会愤怒 想到别人可能会对自己指指点点 更是会愤怒 这种愤怒的情绪和自卑的心理 通常会同时出现 给人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明明很愤怒却无能为力 于是更加自卑 这种愤怒的情绪如果在离婚时带走了 那离婚后你一想到同样的问题 就会不自觉的愤怒 而通常愤怒完会转为悲伤 在窄情忧郁你 怒和悲是最伤人的 所以女人如果把这种情绪带到离婚之后 你会很痛苦 3.失望 离婚时除了容易产生上面两种心理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失望 失望包括对自己的失望 对对方的失望 对婚姻的失望 严重了甚至会转变成绝望 通常很多人之所以在离婚后一蹶不振 很颓废 都是因为心理有太多的失望 完全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 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 上面提到的这三种东西 在离婚时都会出现 都是极其负面的心理 是女人在离婚时不该带走的 当然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离婚 不希望有女人受伤害 不希望女人受此折磨 但假如说你的婚姻走到了最后不得不离婚 那希望你能记住 在上面这三种负面心理出现的时候 逼着自己把它们抛掉 不要带着这些负面心理离婚 不然离婚后你会有很大的离婚阴影 对于已经离婚的女人来说 你在离婚后和离婚阴影做斗争的时候 应该都能感受到上面这三种负面心理 就是这三种负面心理导致的离婚阴影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那我们在和离婚阴影做斗争的时候 或者说想要走出离婚阴影 那让自己去选择自信 找回结婚前的那种状态 在那个基础上再多一点自信 时刻告诉自己 我就是我 我不要自卑 我要自信起来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虽然离婚了 但都已经过去了 随便世俗爱怎么说 无所谓 这种精神层面的自我鼓励 要伴随着实实在在的行动 勇敢地走出家门 让自己想着正常人一样生活 工作 保持住这种状态 你就可以慢慢自信起来 而针对愤怒 这一点同样要从精神层面 和行动层面去入手 问自己一个问题 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已经离婚了 愤怒有用吗 生气有用吗 能改变现状吗 很明显不能 既然如此 那就要调根自己的自制力 当你有愤怒情绪的时候 让自己停下来 你只有经常微笑 抛开愤怒的情绪 才能认识到自己 不会因为过去愤怒 才会慢慢恢复 没什么好愤怒的 你有那个愤怒的时间 还不如笑着去面对当下的生活 三 针对失望 如果你能调整好上面两种心态 那失望基本上就会慢慢消失 但我们还是要追加一些力量 让它彻底消失 当你自信起来 冷静起来之后 给自己一个希望 不管是什么都行 把内心关于对婚姻的失望 对男人的失望 对人生的失望 通通抛掉 只带着自己给自己的那个希望去生活 这样你就有了目标 再结合上面两点 你就会慢慢好起来 能做好这三点 你就能走出离婚阴影 这样一来 你不管是选择单身 还是选择再婚 都会幸福 因为你重新找回了幸福的概念和意义 要不然 不然就会有 这种 我们就会发生了 这种经历了 我会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发生了 你会发生了 有点不错 我会发生了 但是我会发生了